里长互相按摩疏解疲惫 中镇区15位里长繁忙公务当中 抽空参观刚刚启用的中镇金丝堂 用塑胶做的木头 所以其实它还水 然后还雨还滑 从一至三楼 我觉得设计的都非常的棒 金丝堂所在地新营里 里长展必欢迎社区的心灵殿堂 这么多里长都能够前程参观到晚 就是代表成功 我们的里民也会经常来这边参加活动 或是我里长也会在这边办活动 地球都在发烧了 你看看怎么办 地 火 水 风都大不协调的 那相对也就会造成一个环境的破坏 火宅玉这一战 大家印象最深刻 而在中山巴德共修处 更加了深光效果 小的火台 制造了那个火的效果 暖气 增加了 增加了那个温度 让它的感受 就是觉得四大不调 我们还应用了声音的效果 在二十几年前 晚上只要把窗户打开 不需要开冷气 这两年我们就好可怕 走进火炉 全球暖化大家都有感受 脱离火宅要靠大白牛车 设计也有巧思 大白牛车 惠中是最发喜的 他看到牛车上的金银珠宝 那这是我们收集了二三十年来的所有的我们的环保博物馆 祈福卡设计成口罩形状 提醒大家素食护身 才是远离疫情最快的方法 大爱新闻真帅美志工台北报导 感谢观看